大家好 我是皮特教練 等一下我會先示範一次 深蹲的一些基本是標準動作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 深蹲都會膝蓋先啟動 就變成膝蓋再用力 那膝蓋可能就會造成壓迫跟受傷 那我們一開始先啟動是我們髖關節 我們臀部 順著屁股 直接往後推的這個動作 做深蹲下去 好 那很多人說 教練我蹲不下去怎麼辦 好 很多人會說 因為可能他的 我們的寬或者是說大腿太緊 導致會蹲不下去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把腳站開一點 不用太姿勢話說 我們一定要以肩同寬 可以稍微站開一點 那深蹲我們的膝蓋 可不可以超過腳尖 好 這個時候我就會跟你說 一人而已 甚至說可以 好 為什麼呢 今天如果我刻意的 不讓膝蓋超過腳尖的話 我的屁股會過度的往後推 那相對的 我身體就會過度的往前壓 因為我怕會跌倒 好 那我往前壓的話 過程中後我下背 就會造成很多壓力 甚至疼痛 如果今天如果就抓重物的話呢 嚴重的話可能會閃到腰 甚至嚴重一點 椎間反途出的問題 好 我們直接往後推 你看我膝蓋其實 還是稍微會超過一點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大腿跟地板平行 好 身體跟小腿 會是一個斜線平行的狀況 下去做一個深蹲 我會讓你平衡很慢 我會讓你平衡 好嗎 我有點很開心 我會讓你平衡 我會讓你平衡 平衡 沒事 你平衡 就要平衡 怎會可以 又不去 你平衡 好嗎 不是 可以 好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